花莲的徐美华和丈夫离婚之后 他仍然没有忘记公婆的好 不过呢 他找不到公婆的骨灰 没有办法尽孝心 有一名叫做赵丰田的好心人 开着车 载他到灵谷塔 一个塔位一个塔位去寻找 才终于找到了 但是之后 恩人却和他失去了联络 现在他很希望大家帮忙他 找到这一位恩人 向他表达多年来的感谢 看着照片中的人 这份二十年前的恩情 他问不了 若素妹平生 虽然他是举手之劳 但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那种恩惠 住在花莲的徐美华 公婆生前对他相当疼爱 离婚后路途再遥远 他也会到台北扫墓 不畏常陪风把墓园冲回 他就把公婆火化 安放到灵谷塔 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的公公婆婆常常托梦给我 摆在心里一种很遗憾 但是我也忘了他放骨灰的地方 那我的账物也很少回来 也跟我们没有脸 原本只是站放在台北的骨灰 已放进去十几年 人生必不熟 时间一久 也忘了骨灰放在哪了 我知道是辛亥隧道那个附近 那结果真的 让我把我公婆的骨灰 找到了 当时他开着车 载着许美华到附近的灵谷塔 一一询问 才终于又找到了公婆的骨灰 二十年过去 原本是过客 却成了恩人 希望能够找到他 也让恩人又成了过客 感谢观看